第702集 你就是这么对待女人呢 看着莫小鱼一无反顾地下了车 陈婉莹只能是爬到前面开车 一边咒骂着莫小鱼 死鱼 臭鱼 这就把我们给扔下了 太不负责任了 你还是赶快开车吧 后面都开始乱叫唤了 完颜柔家说道 嘿 我发现我只要一说莫小鱼的不好 你就有意见是不是啊 他就那么好吗 陈婉莹皱眉问后面的完颜柔家道 其实一半是在逗他 他发现完颜柔家也不像莫小鱼说的那么傻 有时候还是懂一些事的 但是唯独对待莫小鱼的态度上 完颜柔家是一贯的 从来不说莫小鱼的一点坏处 全都是好 就是好啊 他要是不好 你可以不跟他呀 完颜柔家白了陈婉莹一眼说道 陈婉莹笑笑 这丫头还是有些心眼的 于是专心开车 此时也看到莫小鱼跟着那个女人一起进了一家商场 高岛纪美子并未发现莫小鱼 他不单单是来买衣服的 也是出来约会的 他的目标终于有时间出来约会了 就在这家商场的顶层饭店 约他一起吃韩国料理 但是时间还早 所以高岛纪美子一路逛着走了过来 莫小鱼一路跟着到了服装层 莫小鱼以为像高岛纪美子这样的人 至少也会到专卖店买一些高档的衣服 没想到他也会买这种大路货 高岛纪美子挑了一件衣服 准备去试一件试一试 此时莫小鱼迅速地跟了过去 在他打开试一件的门进去时 莫小鱼手里的龙牙恰好插进了门缝里 使他无法关上门 他推开门想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时 却看到了莫小鱼的脸 他的心里倒吸了口冷气 怎么会在这儿遇到他呢 令护兰心不是说他早就已经逃走了吗 你可以叫 但是当你张开嘴的时候 这把刀就会刺穿你的喉咙 到时候喉咙处漏气 你就算有再大的声音都喊不出来 你要不要体验一下 莫小鱼此时挤进了狭窄的十一间里 高岛纪美子错过了最佳的逃命机会 此时再想呼救很有可能会被莫小鱼 一刀扎进脖子里 再无生还可能 而且莫小鱼似乎很懂他的心思 一下子就击中了他的软肋 没错 喉咙被捅破 用不了两分钟 自己就会窒息死亡 你想干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高岛纪美子颤声说道 我也没说你干了什么呀 只是蒋玉然说你会魅术 我不信 我想试试你的魅术 到底是个什么橙色 怎么样 莫小鱼吟笑着说道 你还真是色胆包天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高岛纪美子听闻 莫小鱼是为了他的美色而来 心里方才放松了不少 开始眼波流转 看着莫小鱼 不知不觉间已经开始了魅术 能在这里脱身当然好 即便是脱不了身 也得尽量拖延时间 以便寻找合适的脱身机会 哎不不不 现在不行 这附近就有酒店 我们去开个房间 到那里才可以 莫小鱼说着 一只手伸进了高岛纪美子的腰间 如果单单是手啊 高岛纪美子还不会如此紧张 他此时浑身僵硬 再也没有了和殷康宁 一起颠缭捣缝时的柔魅 因为莫小鱼的手紧紧的贴着他的皮肤 而手里一把冰凉的小刀 也在自己的皮肤上贪婪的吸收着温度 这里呢 是肋骨的一条缝 小刀从这儿进去 可以最快的速度 让你的心脏破裂 心脏的泵压能力是多少 你肯定知道 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呢 合作 我们都能过得去 不合作 你我要死一个 但是我才八成是你先死 莫小鱼威胁道 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高岛纪美子知道莫小鱼来这里找自己 绝不是像他说的那么简单 绝不是为了贪图自己的美色才来的 此时他心知肚明 跟我走一趟吧 你放心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自然就会把你放回来 我对你也没兴趣 莫小鱼说道 你说话算话 高岛纪美子问道 当然 莫小鱼笑得奸诈 而且从骨子里就带这种坏坏的味道 高岛无奈 只能是同意莫小鱼的要求 于是莫小鱼揽着他的仙腰 看起来还很甜蜜的样子 岂不知他手里的龙牙已经深入了他的皮肤 鲜血已经开始流了 只要他稍微走得慢一点 莫小鱼都会毫不联系的刺进去 这让高岛纪美子非常难熬 出门打了车 一路向前驶去 问清了陈婉宁所在的位置 他们正在前面的一个加油站加油呢 说好了在前面路边等着 莫小鱼减少了高岛纪美子 出现在监控的一切机会 这里已经是郊区了 白茫茫的一片 陈婉宁开车 莫小鱼拉着高岛纪美子上了车 将其捆上丢到后面放行李的地方 莫小鱼 你就是这么对待女人的吗 高岛纪美子抗议道 他不吱声还好 这一说话倒是提醒了莫小鱼 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什么东西 能够堵住他的嘴 最后 莫小鱼将后排的一个椅子放倒 脱下了他自己的袜子 塞进了他的嘴里 从上车开始 完颜柔家就一直看着莫小鱼和这个女人 莫小鱼回来之前 陈婉宁还逗他 说莫小鱼肯定是带着那个女人去开房了 但是现在看来 谁会这么对待自己女人呢 莫小鱼坐在后座眯上眼休息 别看是对付这么一个女人 避开警察 尽可能的避开摄像头 还要准备随时灭口 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活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有什么事情你问清楚就得了 你干嘛非得带回来呢 陈婉宁问道 待会儿找个地方埋了 这娘们坏得很 是个日本探子 原来总是在英总身边来着 把英总给迷惑得五迷三道的 差点连命都没了 莫小鱼说道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杀人 犯法的 陈婉宁瞬间又是律师附体了 哎 找个没人的地方 给他灌上一瓶酒 扔在雪地里 这就是一酒鬼喝醉了冻死他 没人知道 莫小鱼说道 谢谢大家